台北市連日來因為疫調的問題 被基隆市府、桃園市府、新北市府隔空喊話 市長也在臉書PO出影片 強調第一線人員的心聲 請問目前台北市的疫調人員 是不是因為外界的傳言而倍感壓力 另外前立委孫大謙也批評林又昌市長 三不五時的對台北市指手畫腳 這難道是想選台北市長想瘋了嗎 請問市長怎麼看 中間是不是隱含政治算計 其實首都生活圈 從統計數字上看 每天從新北進入台北市來 不管他是工作還是來上學 大概是八十萬人 然後從基隆進來大概七萬多 所以本來就是一個首都生活圈 那種人流是混在一起 所以感染會出現 不管他的居住地 或是工作地或是主要活動區 其實都混在一起 所以之前我們那個以居住地為主的疫調系統 坦白講遇到這種跨縣市活動的人 那個疫調系統是有問題的 這也是為什麼我會去疾管署 直接跟陳志忠部長說你這個活動這樣有問題 但我也知道這個系統 已經用了十幾年 現在突然說跟他講說有問題 他要修也不是一天可以修起來 所以當然是這樣 我們當然現在知道的問題 有一些不是正式管道的 就好像我們台北市跟新北市現在就靠 許大臣跟他太太密切聯絡 所以兩邊情報交換很迅速 不過這終究不是一個正式的官方管道 所以我倒覺得這樣 面對問題解決問題 首度生活圈本來就 因為人流混在一起的關係 所以這些 所以你看台北跟新北幾乎是 每天人數一樣 你知道 一起上一起下 所以這個 因為生活就是混在一起 那有辦法那個 沒有辦法分開 所以 所以就是把我們就是面對問題把它解決掉就好 至於那個時候 有各種政治目的 大家也曉得 就笑一笑就好了